挑選原因是恆生去年的表現為市場帶來驚喜 全年的業績和派息都好過市場預期 恆生去年歲前盈利是201億 按年增長57% 好過預期 全年派息6.5% 按年大幅增加59% 結束2020至2022年間 連續三年派息按年縮減的局面 派息比率是72.5% 仍然處於較高的水平 恆生職後的股價升了超過9% 昨天收補89.3% 升穿去年7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 並且挑戰前高位92元區 如果能夠突破 預料可以上市97元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未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留意84元附近的吸納機會 跌穿近日的低位78元就適宜減遲